澳洲人 中国新 您现在收看的是 澳星电视中文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什么 是凤鸟 是凤鸟啊 凤鸟 好了 好了 行程到了 快点进去 快进去 作为商朝诸侯 西伯侯姬昌在82岁时 称为殷昼王的一名囚犯 商代末年 殷昼王因听信谗言 将年老的鸡昌囚禁在都城游里附近 哔哔哔� 嗯 你ども家 再来 来 育宫的青年 鸡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得以在一卦上运用他的智慧 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 推演出后天八卦 同时对六十四卦的卦词和卦谣进行整理 他以简朴的卦谣形式 推演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其内容所谓 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成万物而不移 文王之后 他的第四子周光丹 又对异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终促成了《易经》这部伟大著作的成书 这么早来这儿 到底做什么呀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嗯 我说饿了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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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前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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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